你好,我是Lily,今天是2023年的1月23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2023年供应链正在迅速逃离大陆,脱钩再加速 中共国在过去的20来年最引以为傲的 就是建成了全球中低端产品的几乎全产业链优势 并且时不时的用这个产业链来威胁其他国家 那么其他国家为什么不自己建自己的产业链 而要依靠中国呢 因为建成产业链优势是需要依靠劳动人口数量支撑的 在现代工业体系内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至少要涉及数百万乃至于数千万的就业人口 就拿汽车来说,一辆汽车通常有1万多个不能拆卸的独立部件组成 F1赛车等结构极其复杂的特种车 其独立部件数量可达2万辆之多 也就是说至少需要1万个左右的相关产业 每个产业100人就是100万劳动人口 这仅仅是汽车一个行业 完整的工业体系还有上下游产业链 还有通信、船舶、冶金 老百姓还要生活吃饭 盖房子搞基建还需要一些人 所以一个国家初步的工业化入门级 就是1000万劳动人口 工业想搞得好一些 就得4、5000万劳动人口 总人口7、8000万左右 还要生活在基本上一个区域内 不能太远 例如德国 2019年德国总人口8200万 就业总人口也就4530万人 其中德国汽车工业 含整车制造加零部件配套服务行业 总就业人口达到1200万 这就决定了他们做了汽车、化工、机械产业 就没有多余人口去做其他行业了 因此一个国家的劳动人口规模 决定了工业体系的上限 如果劳动力不够 一切都白搭 对于工业来说 最重要是控制成本 同样的一件产品 你的产品成本比别人多5块钱 那人家就不会买你的 在生产中将同一产业类的上下游企业 集聚在同一地区 通过集群成员之间供需关系的连接 实现采购成本本地化以及全产业的整合 将有效提升整个集群的成本优势 规模优势 中国的中西部省份的劳动力在过去几十年 一直往珠三角、长三角迁移 因此在劳动力上、人力成本上、交通运输上 就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形成了产业集群优势 例如温州低压电器集群 某种程度上就做成了低压电器领域的完整工业体系 涵盖了金属布教、合金材料、注塑布教、冲刺、酸洗 及模具加工等共计几十万种低压电器的配套教 本地配套化率可达85%以上 生产一个电器产品 在当地就能找到全部配奖 产业链的抗风险能力大大提升 这些紧密联系并频繁互动的细分行业 及其所属企业就更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集群 不仅降低了温州企业的采购和供应成本 更重要的是大大便利了上下游企业之间的沟通互动 从而为双方在技术创新中创造了条件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讲 一个国家的工业体系越完整 也就是内部的产业集群偶合度越高 那么这个国家的工业配套生产成本越低 彼此的生产配套效率越高 也就是说生产一件产品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 而且价格还很低 若是配件从外国进口 或者从其他很远的地方运来 不但需要支付运费 还可能需要支付关税 如果在本地能找到生产厂家 就大大降低了产品生产的成本 这就是跨国企业为什么选中中国作为他们的中低端产品的生产基地 而不会选择俄罗斯的原因 除掉政治因素 人口规模优势 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配套产业料 降低了产品的成本是最主要的原因 但是这种情况在最近几年再转变 产业料在离开中国而在2023年有加速的趋势 一是因为西方国家看到了中共国拥有中低端产品 全产业的优势后对西方国家的控制和威胁 二是中国的劳动人口在急速的减少 即使还有一定数量的年轻人 年轻人宁可送外卖开网约车也不愿意下工厂了 所以劳动人口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产业料 第二集群优势由于劳动人口的大规模减少 这种优势已经在降低 三是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共国政治太不稳定 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封城或者疫情爆发 产品生产是需要连续性不能中断的 就像郑州富士康由于疫情爆发导致工人连夜出逃 造成了产品生产的中断 苹果这件事给很多跨国公司一起事 不能把鸡蛋全放在一个篮子里 日本日经亚洲2023年1月5日报道称 美国计算机制造商戴尔已设下目标 2024年前实现所有产品不再使用中国芯片 即使是美国公司在中国生产的芯片也不行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导火索 它将拉开芯片供应链的全链条松动 链主决心以下所有链条都不得不动起来 整个笔记本电脑的供应链呈下大雨前买与搬家的现象 电源供应商的台湾四雄之一的群电已经在泰国建厂 而电源更上游的关键零部件变压器生产线也正在杀到泰国 而戴尔笔记本电脑的两大主力代工厂 人宝和伪创早已经在越南扩大产能 最受人关注的自然是苹果公司 它已经在加速将部分供应量从中国大陆转向印度 越南苹果已经要求最大的三家代工厂 鸿海和硕和伪创等加速印度产能 彭博社报告也显示到2023年春季 苹果将有5%的iPhone生产量在印度完成 而三家则承诺将这一数字提高到20% 从2019年开始服务器制造已经开始外流 中国大陆制造的服务器在过去三年下降了20多个百分点 供应链的移动是一个猴鸟式的迁移 投研一旦选择目标成群结队的集体移动 将会是相互帮扶的大迁移 它将大幅度降低供应链落地的成本 这意味着在东南亚印度的制造不再那么昂贵 在有三星将手机工厂迁往越南的同时 也要求其上下游的近百家配套企业 在其工业园周围建立工厂 以形成上下游产业集群来降低成本 这可以看作三星在越南构建其手机行业 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一个部分 原本鞋子、袜子、服装、玩具等产业 已转移到东南亚 现在占据中国产业很大份额的电子产业 也要移出大陆 这对中国的制造业绝对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2023年供应链在加速逃离中共国 所以产业的脱钩在加速进行当中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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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